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DSE 2013 年的 Paper 2 第 33 條 MC 事不宜遲,先看看一條題目 它就說,有個16進製,A12345,有5.0 E,還有3.000,11,16進製 究竟等於下面四個選項,哪個選項呢? 事不宜遲,先拿一張單項紙出來再說 在未做這條題目之前,我要Recall 回來 其實這裏有個溫習小貼士 其實16進製的ABCDEF,等同於10進製的1011,12345,15 自己謹記這堆東西了 事不宜遲,拿一支藍筆和大家一起說 首先這條題目,它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先插題目 就會是A,然後123455.0 123455.0 之後就是E 之後就是3.0 當然是16進製 而事實上,這堆東西 這個16進製會等於什麼呢? 其實我拿著紅筆 我就會在這裡數 好了,其實這裏第一件東西 這個1 由右手邊,最右手邊的數字開始數起 其實這個是16進製 所以就是16的幾次方呢? 就是0次方開始 如果這個0次方的話 就是這個是1次方 就是16的1次方 是吧? 然後順勢數就是 2次、3次、4次 可以嗎? 來到這裏當然就是5次 所以在這個位置 這個E其實就是16的5次方 然後繼續數下去了 就是6次、7次、8次、9次、10次、11次 所以在A這裏 應該是16的11次方 是,順勢數而已 所以如是者,你讓我繼續寫下去 拿回籃筆 下一個步驟 我就會寫 就是A A就是在這裏看到 就是10來的 所以其實我就會寫 這個其實是10 等於10乘以 16的11次 好了,再加了 0真的不用寫 因為乘開了就變0 再寫的就是這個 就是E 即是16的5次方 即是E是甚麼來的? 從這個換算表你會發現 E是14的意思 所以在這裏就是14乘以16的5次方 好了,再加甚麼呢? 不太夠位了 寫在下面 好,再加了 就會是 這個 就會是這個1 看到嗎? 畫好些了 這個1,看到嗎? 這個1其實就是等同於 1乘以16的1次 然後再加上 最後是甚麼呢? 最後是甚麼呢? 就是這裏 就是這個1 當然這個1就是16的0次方 而實際上就是1乘以16的0次方 好,在這裏我自己也會把 我把黃色的部分 我會把黃色的部分 這個位置 全部按下機 按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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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 1乘以16的1次 然後再加1乘以16的0次 16的0次是1 即是1乘以1 所以最後答案 這個就是17 所以這個位置 就是終極答案 OK?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一起找一下 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 我找到它了 當然正確答案就是A 好,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裏 OK? 好,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